前有宋爷爷爬到树上 代替姐妹俩营业 现有江爷爷爬到树上 多半两脚之板 有了上次看到宋爷爷爬树的经验 这次瑞宝看到 江爷爷要爬树 赶忙跑来阻止江爷爷上树 但没想到 没有成功抓住江爷爷 反而还摔了个屁蹲 成功上树的江爷爷 还不忘对滑梯上的灰宝炫耀 听到动静的灰宝 咻得一下从滑梯上滑了下来 迈着小短腿 过去查看是什么情况 看着江爷爷从树上下来 赤头停止江爷爷上去 甚至看到江爷爷快要上去的时候 咬住爷爷靴子 让爷爷不再往上爬 令姐妹俩没想到的是 江爷爷只是虚晃一枪 看到姐妹俩都跑来找自己 江爷爷便知道自己成功了 随后便去叫宋爷爷 给梁小志拿盆盆奶 收到消息的宋爷爷 拿着盆盆奶很快就进来了 瑞宝闻着味道就跟了上去 对着盆盆奶就喝了起来 而此时的另一边 宋爷爷正拿着盆盆奶 把灰宝引诱过来 今天 宋爷爷还给姐妹俩加了点腐蚀 只见宋爷爷拿来两颗新鲜的竹笋 等姐妹俩喝完盆盆奶后 宋爷爷便把手中的竹笋给了他们 此时 瑞宝正开心地吃着手中的竹笋 而旁边的灰宝 早已盯上姐姐手中的竹笋 灰宝放下了自己的竹笋 转头就上去抢姐姐 灰宝表示 自己手里的竹笋 没有姐姐手里的香 灰宝的这一操作 让旁边看着的宋爷爷 不禁露出无奈的表情 不过 瑞宝并没有让灰宝得逞 瑞宝抬头看向爷爷 仿佛是在跟爷爷告状 爷爷刚才灰宝抢我的毒粉吃 宋爷爷眼看接姐妹俩回家的时间到了 便准备抱姐妹俩回家 还想要拿瑞宝竹笋的灰宝 被爷爷一把抱了起来 灰宝脸上露出惊讶的表情 我怎么还起飞了 给灰宝抱回家时 瑞宝正乖乖地躺着 等待宋爷爷来抱自己回家 瑞宝被宋爷爷抱起时 还忍不住地摸了摸宋爷爷的嘴 瑞宝这两下 直接给宋爷爷拿捏得死死的 福宝正仔细闻着 自己小木床上的气味 因为就在刚才 福宝的妈妈来过福宝的室内园区 随着瑞宝和灰宝的长大 爷爷准备打算 让瑞宝和灰宝来室外营业 但在此之前 爷爷计划先让爱宝重新熟悉一下室内园区 等爱宝对室内园区熟悉 且重新恢复安全感后 爷爷才会让爱宝 叼着瑞宝和灰宝出门 而通过今天爱宝出门营业的这段时间 可以看出 爱宝这坐月子的这段时间里 恢复得很好 面部圆润 眼神明亮 依依们看到爱宝的这个状态后 都很开心 而福宝闻到妈妈的气味后 虽然没有什么应激反应 但却一直沉浸在妈妈留下的气味中 始终不愿走出来 爷爷曾说过 大熊猫会用自己的气味 为对方写信 不知道是不是爱宝 给福宝留下了什么字句 平时不太在小木床上方便的福宝 今天闻过妈妈的气味后 直接在小木床上方便了起来 这或许对大熊猫来说 是宣誓自己的领意 也或许是福宝给妈妈留的回信 福宝在园区转了一圈后 最后来到了树上休息 而爷爷此时 一直在园区观察着福宝 看福宝会不会发生什么应激反应 但福宝此时表现得很好 不仅让爷爷放下心来 而在园区里观看的姨姨们 看到福宝这乖乖的样子 也表示很心安 而根据爷爷们的计划 等一月份爱宝和双胞胎熊猫宝宝 就可以出门正常营业了 到时爱宝和双胞胎熊猫宝宝会营业上午 福宝会营业下午 想必这样福宝以后就会轻松很多了 而姨姨们也迫不及待地想看瑞宝和辉宝 在园区打闹的样子 宋爷爷领着新来的姨姨来到乐宝园区 为乐宝放置竹子 想必是为了即将来世外园区的瑞宝和辉宝 所增加的人手 不然恐怕等瑞宝和辉宝出来后 爷爷们照顾不过来 宋爷爷将竹子放在了乐宝的小堂椅上 而姨姨则是在宋爷爷旁边 认真学习着 最后爷爷接过姨姨手里的窝头 将其放在了小堂椅上 这便是为福宝一家放置竹子的过程 一会儿乐宝从室内园区来到了室外园区 乐宝静止来到自己的小堂椅上 坐在小堂椅上 从竹子堆里找出了里面的窝头 于是便乖乖地吃了起来 窝头虽美味 但是量比较小 很快乐宝就给窝头吃完了 接着吃起了身旁的竹子 姨姨或许会问 这是从哪里弄来的竹子 好大一颗 其实这些竹子 是宋爷爷刚才从隔壁老虎园区里弄来的 看宋爷爷在老虎园区砍竹子时的笑容 想着这下福宝和乐宝有的吃了 看样子 整个爱宝乐园的竹子 都是为福宝一家所栽种的呀 乐宝大口大口吃着来自老虎园区的竹子 这些竹子看上去就很鲜嫩 作为宝家美食家的乐宝 对奶爸今天送来的竹子也很是满意 而与此同时 福宝此时从树上醒来 正坐在树上行躲 福宝这小表情怎么有一丝忧怨呢 是因为醒来没有第一时间看到爷爷吗 福宝这小模样简直太可爱了 一会儿福宝从树上下来 来到小亭子上吃竹子 而此时乐宝也从室外园区回室内园区了 而小亭子上的竹子 依旧是刚才爷爷从老虎园区采摘的那些 今天让乐宝一次吃个够 而宋爷爷此时 则正在乐宝的室外园区 为乐宝收拾垃圾 这次宋爷爷清理了满满一堂 以及一小袋的青团 今天下着大雪 依依依依依就是起了个大早 赶来爱宝园区 虽然下雪 但今天来看福宝的人依旧是人山人海 现在不管多么恶劣的天气 只要福宝和乐宝还营业 来看福宝和乐宝时 肯定都是需要排队的 依依排了近一个小时的队 来到福宝园区时福宝已经在树上睡着了 此时的乐宝正在隔壁园区吃竹子 没有上班摸鱼 乐宝努力地为依依们表演着大熊猫吃播 乐宝相诗在说 乖女儿放心睡吧 有老爸在呢 乐宝真是一个魅力男熊 既英俊又顾家 下午爷爷为了表扬努力营业的乐宝 给乐宝在园区里制作了一个大雪人 而乐宝来到园区 看到自己的大雪人后满心欢喜 乐宝对着雪人就来了一个大大的拥抱 直接给雪人头抱掉了 乐宝低头跟雪人道歉 乐宝的惬意很深 伸到就差直接 给自己的头塞进椅子缝里了 乐宝还撅起屁股 在雪人身上蹭了蹭 乐宝的道歉是诚挚的 不过随着乐宝的道歉 雪人变得也越来越小 一会儿 乐宝盯上了刚才掉落的雪人头 乐宝一长下去 直接给雪球一分为二了 雪人也从刚才可爱的模样 变成了一滩碍事的雪 今天一一到达福宝和乐宝的园区时 已经快十一点了 此时乐宝正在室外园区的通道门口徘徊 像是在室外园区玩够了 想回室内园区 正静静坐在门口 等待着奶爸的开门 而此时的福宝 正手握关紧竹 回头和姨姨们说 下雪天和彩也更配 宋爷爷看到后 立马给福宝拿来窝头 爷爷对福宝说 下雪天和窝头才是最配的 爷爷想把两块窝头都给福宝 但福宝表示 爷爷别急 自己嘴里的还没吃完呢 吃东西要细嚼慢咽 爷爷被福宝这小性格征服了 爷爷为了不影响姨姨们拍摄 蹲到了一旁 静等福宝给嘴里的窝头吃完 等福宝将嘴里的窝头嚼完后 自己主动来到爷爷身边 问爷爷要第二块窝头 爷爷将窝头递给福宝 顺便询问福宝 要不要跟自己回室内园区 下午福宝在园区正睡觉 送爷爷悄悄来到园区 给福宝在小堂椅上 堆了一个熊猫雪人 昨天乐宝拥有了雪人 今天当然也要给福宝安排上 送爷爷为雪人打磨着每一个细节 而福宝醒来后 看到自己的小堂椅上 多了一个雪人 心里真是满心欢喜 开心地抱着其贴贴 福宝一改往日调皮的性格 而是和小雪人 小心翼翼地玩耍着 生怕给雪人弄坏了 昨天看到友依说 爷爷不给福宝开门 福宝在门口发出了口叫 在谴责爷爷们 而实际上不开门的原因是因为 当时瑞宝和辉宝 正在室内练习爬楼梯 福宝闻到了妹妹的气味 所以才一直在门口趴着 因为对福宝来说 瑞宝和辉宝的气味是陌生的 所以才会发出一些滋味的声音 试图吓走敌人 而不开门 也是为了瑞宝和辉宝的安全 而此时 瑞宝和辉宝 已经被外面的大姐姐吓呆了 而爱宝听到了福宝声音 后来到了门口 爱宝似乎是在隔着门安慰福宝 爷爷在一旁喊爱宝回来 但爱宝始终没有动 或许是爱宝也想念福宝了 所以一直在门口蹲守着 想多听一听福宝的声音 而福宝似乎也闻到了妈妈的气味 一直在拍打通道门 想进去看看妈妈 而在这周 爷爷给通往室外园区的通道门打开后 可苦了爱宝 爱宝每天不是在找孩子 就是在去找孩子的路上 爱宝一回头 看到俩孩子不在 就知道又跑出去了 爱宝走上前先给辉宝拽了过来 一巴掌给辉宝拍了下去 因为辉宝最喜欢乱跑 爱宝一不注意 辉宝就又跑上去了 时间久了 爱宝也是有脾气的 每次就只管一次 如果不回来 自己就不管了 而接下来的工作 便交给爷爷了 而爷爷则每天都是泪兵快乐着 爷爷走到瑞宝和辉宝身边 挨个给其哄回去 哄下来一个 再去哄另一个 当自己爬上来时 刚才哄下去的那只 又重新爬上来了 这没有一百米的路 却给爷爷累得气喘吁吁的 给爷爷忙得手忙脚乱的 突然好想看 以后瑞宝和辉宝 去室外玩耍后 爷爷抓熊的样子 俩姐妹在园区和爷爷玩捉迷藏 每天都先提前藏好 然后等爷爷来找 不过好消息是 随着爷爷一天接一天的训练 瑞宝和辉宝对园区越来越熟悉了 瑞宝也不再胆怯了 敢离开妈妈身边 自己往外爬了 而爱宝则直接在门口吃竹子 这样等着收熊也方便 而辉宝则表现得最为优秀 不仅能灵活爬楼梯 力气也比瑞宝辉宝大 而且胆还大 不过瑞宝和辉宝都是女熊 瑞宝的温柔才是主旋律 瑞宝则更淑女一些 是个娇滴滴的小公主 宋爷爷正在园区 为辉宝放置竹子 还有一块大窝头 和一块大胡萝卜 宋爷爷将竹子分成两份 另一份放在了辉宝的小鞦韆上 这样可以增加一点辉宝的运动量 不至于让辉宝 在小亭子上坐很久 让其适当地活动一下身子 将竹子摆放好后 宋爷爷将刚才辅宝吃剩的竹子 进行收拾 防止一会儿这些竹子 妨碍到辅宝玩法 宋爷爷将其清理好带走 宋爷爷离开后 很快辅宝便从通道门走了出来 辅宝出门后 先是在通道门上做了标记 而细节的一一发现 辅宝的背上 好像蹭到了自己的青团 后背有点黄黄的 不拘小节的辅宝 对于这种小问题 都是在所难免的 当辅宝来到小亭子上时 一发现辅宝的额头上也有 辅宝大概是刚才在房间里时 在自己的青团上打滚了 不过 这都不影响辅宝吃窝头 辅宝转身坐下 便开始慢慢地享受自己的窝头了 辅宝给小亭子上的窝头和竹子 快速解决完 又来到了秋千旁 辅宝隔老远 就看到了秋千上的胡萝卜 所以大熊猫也不是兜进食 辅宝将胡萝卜咬了出来 就在辅宝坐下来时 胡萝卜从辅宝的嘴里溜了出去 辅宝见胡萝卜跑了 立马起身去追 辅宝拿到胡萝卜后 没有再去其他地方 直接原地坐下 便开吃了 毕竟去奶吃都一样 因为这整个园区 都是辅宝的领地 在哪儿安全感都是一样的 辅宝这座在小树后 被树挡住的样子 有点油抱琵琶半遮变的意思 而今天 宋爷爷还在辅宝睡觉时 来到辅宝园区 为辅宝堆了一个小雪人 宋爷爷在树下卖地的忙碌 辅宝则在树上使劲呼呼大睡 等一会儿 依依重新排队回来时 辅宝的雪人 已经没有了眼睛和嘴巴 不过这也不怪辅宝 谁让雪人的眼睛和嘴巴 是窝头和胡萝卜做的呢 雪人没了眼睛和嘴巴后 辅宝感觉怪吓人的 感觉依依们也会害怕 于是辅宝 就给雪人解决掉了 辅宝心想这样 依依们看了 就不会害怕了 好